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碳捕捉与储存技术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碳的偷偷摸摸 气体的隐形大作战 2.COR的环保接力 传递至终点储存 3.烟囱的碳逃脱房 2.氧化碳的密室挑战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碳的偷偷摸摸 气体的隐形大作战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个隐形的战场 一场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 却又看不见的大作战 这就是碳的偷偷摸摸 气体的隐形大作战 首先 让我们介绍一下 这场战争的主角 碳 碳 这位元素周期表上的老六 不仅是生命的基石 也是地球气候变化的 一个大玩家 碳有多重形态 固体的有钻石和煤炭 液体的话 它会藏在石油里 而气体的形态 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二氧化碳 CO2和甲烷 CH4 这场隐形的大作战 主要是在大气层 这个战场上进行的 二氧化碳 和甲烷这两位碳气体 它们偷偷摸摸地 从工厂的烟囱 汽车的尾气管 甚至是牛的胃里溜出来 悄无声息地 进入了我们的大气层 这些碳气体 一旦进入大气层 就开始了 它们的隐形大作战 它们的武器 是所谓的温室效应 这些气体 就像是一层隐形的毯子 包围着地球 让太阳的热能进来之后 就不纳膜容易出去 结果呢 地球就开始发烧了 气温上升 极地冰川开始汗流加倍 海平面也开始脚软 上升了 但是 这场战争并不是没有反抗者 植物们 它们是地球上的碳吸尘器 通过光合作用 它们把二氧化碳 转化成氧气和葡萄糖 这本是一个美好的循环 然而 当碳气体的排放量 大到一个程度 连这些绿色战士也招架不住 战场就开始失衡了 这场战争的结果 不仅仅是气候变暖那么简单 它还可能导致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 比如 热浪 暴雨 飓风 这些都是碳气体们在大气层中捣乱的结果 所以 各位听众 虽然这场战争看不现 摸不住 但它的影响 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战争的一份子 减少碳足迹 增加绿色能源的使用 植树造林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参与的战斗 记住 这不仅仅是为了地球 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和未来的世代 让我们一起加入这场隐形的大作战 让碳的偷偷摸摸不再成为我们的噩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CO2的环保接力 传递至终点储存 好的 让我们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严肃的话题 二氧化碳 CO2的环保接力 想象一下 二氧化碳是一群热爱派对的分子 他们在地球的大气层中举办了一场长达 数个世纪的盛大派对 这场派对的主题是全球变暖 而且 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温室气体朋友们一起来加入 但是 地球的居民们并不喜欢这个派对 因为它导致了气候变化 极端天气事件和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问题 于是 人类决定组织一场环保接力赛 目标是将这些喧闹的二氧化碳分子 从大气中接力传递至一个安全的终点 储存它们的地方 这场接力赛分为几个关键的接力点 一 减排接力点 首先 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产生 这就像是在派对的入口处设置一个守门人 限制更多的分子加入派对 可在升能源 减能技术和绿色生活方式就是那些守门人 二 捕获接力点 对于已经在派对中的二氧化碳分子 我们需要一个捕获器 这就是 碳捕获技术的角色 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网 将这些分子捕捉起来 防止它们继续在大气中狂欢 三 转化接力点 捕获后的二氧化碳分子并不会乖乖呆着 它们需要转化成一种更有用或更稳定的形式 科学家们就像是魔术师 将CO2变成燃料 塑料或者其他化学品 或者通过矿化过程将其转化为固态物质 四 四储存接力点 最后 我们需要将这些分子安全地存放起来 地下储存 深海封存 或者利用它们来促进植物生长 都是将CO2安全关押的方法 这就像是在派对结束后 找到一个安静的房间 让所有的分子都去休息 在这场环保接力赛中 每一个接力点都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将二氧化碳传递至终点储存 那么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让地球的居民们继续享受一个健康 可持续的家园 当然 这场接力赛并不容易 它需要国际合作 政策支持 科技创新和公众参与 但是 正如任何接力赛一样 团队合作和坚持不懈是赢得比赛的关键 所以 让我们一起加油 为了地球的未来 将这场412的环保接力赛跑到终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烟囱的探逃脱房 二氧化碳的密室挑战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烟囱的探逃脱房 二氧化碳的密室挑战 这个话题听起来像是一个环保版的密室逃脱游戏 但其实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烟囱的历史 烟囱 这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结构 最初的设计意图是为了让燃烧市产生的烟雾 能够顺利排除屋外 它们在工业革命期间 成为了城市风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时候的烟囱高大 壮观 是工业进步的象征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烟囱也成为了污染的代名词 它们排放的不仅是烟雾 还有大量的二氧化碳 CO2 现在 让我们把这个烟囱 比作一个巨大的碳逃脱房 在这个逃脱房里 二氧化碳是一位不情愿的参与者 它被困在地球的大气层中 寻找逃脱的路径 不幸的是 这场游戏的规则是有人类设定的 而且 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增加这个逃脱房的难度 这个逃脱房的挑战在于 二氧化碳一旦进入大气层 它就会对我们的气候系统产生影响 导致全球变暖 这就像是逃脱房的温度不断上升 而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来降低温度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幽默的是 人类在这场游戏中既是设计者也是玩家 我们发明了燃煤 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 这些能源的使用让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 但同时也让CO2的排放量飙升 现在 我们必须发挥创意 找到新的游戏规则 让二氧化碳能够从这个逃脱房中安全逃脱 或者更好的是 根本就不让它进入这个房间 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 从碳捕获与封存 CCS 技术到再生能源的使用 这些都是帮助二氧化碳逃脱的策略 碳捕获技术就像是在逃脱房的门口 安装了一个高科技的锁 只有CO2能够被锁住 然后被安全地转移到地下或其他地方储存 而再生能源则是改变游戏规则 让我们不再需要这个逃脱房 总之 烟囱的碳逃脱房 二氧化碳的密室挑战不仅是一个有趣的比喻 它也提醒我们 解决全球变暖的挑战需要创新 合作和持续的努力 而在这场游戏中 最终的目标是确保地球这个家园 对于所有生物来说 都是一个安全 宜居的地方 所以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这敞碳逃脱的游戏 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吧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讲述了三个有关碳的故事 碳的偷偷摸摸 气体的隐形大作战 COR的环保接力 传递至终点储存 以及烟囱的碳逃脱房 二氧化碳的密室挑战 这些故事揭示了碳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我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碳是地球上的主要元素之一 它在不同形态下存在 并对地球气候产生重要影响 二氧化碳和甲烷是两种重要的碳气体 它们的排放导致了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 这场隐形的大作战正在大气层中进行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战争的一份子 要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减少碳排放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促进碳捕获技术和封存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参与的战斗 同时 我们也需要国际合作 政策支持和科技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故事不仅告诉我们碳的重要性 还向我们展示了解决气候变化的方式 虽然这场战争看不现 但它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 让碳的偷偷摸摸不再成为我们的噩梦 让这场碳逃脱的游戏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